大家好,欢迎收看这一期的泰国周刊政经版,我是凯文 第一,泰国新总理赛塔在议会发表政策声明 据泰国媒体报道,9月11日泰国总理赛塔在议会发表了政策声明 他说,受国际形势、三年疫情等巴拉巴拉一堆不利条件的影响 导致泰国现在成为一个生病的国家 新政府将立即开始经济疗法,带领人民走出敌国 政府初期的两大政策是一万泰铢数字钱包和降低能源价格 目前泰国家庭债务占GDP的90% 而公共债务也占GDP的63% 这两个问题可能会在未来对政府财政管理造成限制 但政府承诺将帮助解决农民、公众、中小企业等群体的债务问题 包括允许农民暂停偿还债务 赛塔先生承诺这些解决方案既不会违反财务纪律 也不会破坏欠债还钱的道德意识 但具体是什么解决方案,还没说 泰国有近一半人口,即超过3000万劳动人民从事农业 但他们的总收入仅占GDP的7%,贫富差距可见一斑 关于旅游业总理表示,这是拉动泰国经济的直接动力 并能创造大量就业机会 政府将在一定时间内免除特定国家的签证费用 第二,前进党批评模糊的政策声明 据曼谷邮报报道 前进党副党魁西里坎亚11日批评为泰党提交的政策声明含糊不清 缺乏目标措施和时间表 他说,一份好的政策声明必须详细说明实现目标的方法和方向 以及实现这些目标的时间规划 而不应该是一个简单的愿望清单 维泰党在竞选时提出了经济方面的十大承诺 而这些承诺只有一万泰铢数字钱包项目被纳入了政策声明 其他九项几乎没有涉及 即便是数字钱包项目 政府也没有说明5600亿泰铢的巨额资金从何而来 如果仅仅是简单的通过数字货币领域推出这一政策 很可能引起该领域的通货膨胀 反而会对泰国经济造成不利影响 此外,深南三府的问题在声明中也没有涉及 难道这个问题不紧迫吗 第三,两年内实现曼谷捷运票价20泰铢 据泰国媒体报道 新任交通部长苏利亚近日向公众保证 大曼谷所有公共交通捷运系统的20泰铢统一价一定会实现 但大家需要等待大约两年的时间 因为政府必须与所有系统运营商逐一进行谈判 据估计这项政策启动将耗资400亿泰铢 每年维持大约需要80亿泰铢 苏利亚说,虽然政府将这政策列入紧急任务 但因为多家运营商都有单独的特许经营权 因此无法立即实施 总理赛塔在周一的政策声明中没有提及降低票价的承诺 关于这一点,苏利亚会向议会做出解释 第四,维泰党需努力重获公众的信任 曼谷邮报近日刊文称 维泰党需要积极落实竞选承诺 特别是1万泰铢数字钱包项目 以挽回公众的信任 今年5月的大选结果传递出这样一个信息 人们希望在8月领导泰国9年之后进行变革 维泰党与前进党分手后 立即与参与2014年政变有关的政党展开合作 观察人士称 维泰党已经失去了选民的尊重和信任 就在新政府宣誓旧之后 维泰党党魁穷男因竞选承诺而辞职 但他并未离开该党 并且依然会担任公共卫生部部长的职务 虽然维泰党面临信任危机 但不少观察家认为 他们依然可以通过实施竞选承诺中的政策来恢复形象 提高最低工资 提高家庭收入 1万泰铢数字钱包的项目落实 降低家庭负债 以及慢股BTS通勤20泰铢价格上限等政策 如果这些都能顺利实施的话 维泰党可能会再次迎来高光时刻 第五 移民局担心对中国游客实行免签 据泰国媒体报道 移民局表示 总理赛塔新提出的签证政策 可能会导致跨国犯罪率上升 该计划定于10月1日之前启动 旨在刺激中国等国家的游客涌入 泰国旅行社协会名誉秘书长阿迪斯表示 今年以来 在中国自媒体平台上 一直传播着关于泰国安全性的负面看法 这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潜在游客的行程 由于预计中国游客会出现激增 国际局正在考虑为中国护照石油者 设立专用的移民通道 但据曼谷邮报最新的消息称 泰国机场拒绝增设移民检查站的提议 第六 泰国政府向中国游客保证旅行安全 继电影消失的它爆红之后 上个月上映的孤主一致 再次取得了不俗的票房 两部电影都将背景放在或投射在泰国 不少观众走出电影院后 表示出对目前泰国及东南亚旅游的安全担忧 据泰格消息 泰国旅游局副局长苏拉瓦近日表示 不少自媒体人提示游客注意在泰国旅游的风险 对泰国的旅游业产生了不利影响 导致中国游客大幅减少 苏拉瓦说 对中国游客实行阶段性免签或免费签证的政策 在刺激旅游方面可能无法达到预期效果 现在急需解决的是重塑泰国旅游的安全形象 挽回游客的信心 泰国旅游局东亚区域销售总监初威赞同这一观点 他同样认为相比签证申请流程 旅行安全更为重要 他建议泰国政府发表声明 向游客保证赴泰旅游的安全 第七 泰国推出一个家庭一个软实力政策 为了提升软实力 泰国政府近日推出了一项新颖的政策 叫做一个家庭一个软实力 简称ofos 文化部长赛姆萨克近日介绍这一政策 他表示 政府通过提供免费培训和学习班 来提高泰国人民的技能 目标是将2000万泰国公民提升为高技能工人 使人均年收入达到20万泰铢 这个目标是好的 但难免让人觉得文化部长抢了教育部长的工作 在ofos下 政府将鼓励每个家庭至少提高一名成员的技能 免费培训项目涵盖艺术音乐体育等主题 在这个牛掰政策的推动下 一旦出现大量高技能人才 政府将努力创造2000万个就业机会 来支持这支高技能劳动力队伍 这条新闻我不知道是怎么保持不肖念下来的 但泰国网民已经笑的不行了 他们质疑政策制定者根本不知道软实力是啥意思 第八 维泰党数字政策将提振泰国经济 近日 泰国财政部副部长朱拉鹏表示 政府即将发放的1万泰铢数字货币政策 预计将为该国经济注入约2万亿泰铢的流动性 贡献300亿泰铢的增值税收入 并将推动2024年GDP增长至少5% 数字货币将跨定在方圆4公里之内使用 这将有效活跃全国各个地区的经济活动 防止收入向城市集中 此外 数字货币不能用于购买香烟和酒类 不能用于偿还债务或转为法定货币 朱拉鹏说 该项目预计耗资约5600亿泰铢将由国家预算资助 今年泰国国家预算总额为3.1万泰铢 发钱计划如果实施的话 直接会占据财政预算的18% 这会导致政府在其他方面的预算减少 最直接的影响就是减少某些福利计划 例如国家福利卡等 第九 政府计划每升柴油减税两泰铢 据泰国媒体报道 消费税部门正准备一项税收减免政策 目标是每升柴油减税两泰铢 并将柴油零售价降至每升30泰铢以下 关于降税的初步讨论表明 将柴油税从目前的每升6泰铢降低至4泰铢 需要与能源部和石油燃料基金办公室进行协商 据消费税部门估计 每升柴油减税两株的话 每月将减少40亿泰铢的收入 即便如此 该部门依然对这一政策表示欢迎 因为降税的幅度低于八域政府 上届政府曾先后7次降税 导致税收损失合计1580亿泰铢 2022年2月18日 八域政府第一次宣布降低柴油税 降幅为3泰铢 从去年的5月21日开始 降幅增加到五泰铢 并连续五次延续这一政策 一直持续到今年的7月20日 第十 春武里甫石拉差海岸漏油事件 据泰国媒体综合报道 春武里甫石拉差海岸附近9月3日发生原油泄漏 泰国石油公司一艘游轮的输油管道出现问题 导致约4.5万升原油流入海中 事发后 工作人员关闭了输油发门 并使用微游栏和消油剂 以防止原油扩散 春武里甫防灾减灾办公室派出无人机 从空中对漏油情况进行检查 要看图显示 浮油长度约5公里 朱拉公大学海洋专家表示 原油泄漏对海洋环境的影响可以逐渐消退 但对珊瑚礁的影响将是长期和持续的 有可能会损害珊瑚礁的生殖细胞 导致珊瑚停止生长 另据海洋资源部报告 他们组织专家对春武里甫附近5个岛的珊瑚群进行了检查 结果是漏油事件并未影响当地的海洋环境 目前泄漏的原油已经基本处理完毕 第十一教育部门常务秘书环球旅行引发不满 泰国有一个部门叫高等教育科学研究和创新部 这个部门有一名常务秘书叫西里鲁格 这名秘书被指控在去年3月至今年9月期间 进行了32次海外旅行 其中一些旅行报销了约500万泰铢 为了澄清这一问题 该部门的部长已要求西里鲁格提供一份全面的说明报告 详细说明这些形成的目的 据曼谷邮报消息 这名秘书本月10日刚刚结束在美国的年度会议 然后于9月11日至16日前往墨西哥 随后计划于9月24日至30日前往澳大利亚 反对党议员要求针对此事启动调查 看看这些公共旅行的目的和必要性 以维护公共支出问责制和透明度 国家反腐败委员会有可能会介入调查其中的违规行为 第十二干旱导致泰国糖产量减少约20% 泰国糖厂公司近日表示 由于严重的干旱 该国的食堂产量将在即将到来的收获季节下降18% 而且未来几年炎热和干燥的天气 有可能会进一步影响食堂的生产 该公司总监蓝石表示 一些农民可能会转而种植牧鼠等抗高温的作物 但这种干旱的情况下 任何农作物都无法茁壮生长 泰国是全球四大食堂出口国 产量下降将给全球市场带来压力 同样由于干旱 印度预计将于今年10月收紧食堂出口政策 元糖国际期货今年以来已经累计上涨了近40% 蓝石预测 泰国明年的食堂产量将从今年的9390万吨下降至8200万吨 出口量将从今年的800万吨降至600万吨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的内容 该内容有可能会被黄标 希望大家耐心等待 谢谢大家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拜拜